夜里的一场春雨 把花园洗得晶莹剔透 碧绿柔软的草坪铺满了整个后院 看着羊眼 踩着呢 真舒服呀 羊脚 花园里的草坪人见人爱 但是怎么样才能让草坪浓厚碧绿又柔软呢 怎么样才能让它不生杂草呢 今天呢快乐姥姥就跟你分享 草坪里的杂草一招搞定 我们搬过来四年了 第一年呢 我们采取的是挖 就把整个草坪原来的那个乱七八糟的草 全部给挖掉了 然后铺上了新土 然后又种上撒上了新鲜的草子 刚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利油油的一大片 非常喜人 我们还以为这样就成功了呢 结果谁知道呢 等到草坪长得茂密起来了 然后就开始生杂草了 第二年已经是杂草丛生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又去上网做功课 去巴宁斯买了一些这样的叫 Weed and Feed 就是杂草撕掉的东西 专门杀杂草的 第二年呢我们的措施是杀 那个草那个这个肥料呢 据说是非常好啊 就是当它撒在杂草上的时候 它只杀死杂草 不杀死好草 哎真的很神奇啊 马上呢就是说 过了两天 杂草纷纷都枯萎了 发黑了 然后呢过了一段以后 它周围的绿草又长得特别的茂盛 茉莉莉莉的啊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呢 就要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啊 新的杂草又出来了 我们还用原来的办法 发现效果递减 第三次呢 就干脆什么杂草也杀死了 哦原来杂草也有抗药性啊 于是呢第三年 我们又采取什么办法呢 那我们就刨吧 看见杂草就拿个稿 把它刨起来 甚至有一段时间呢 我们的整个草坪 刨得像个扒了头啊 到处都是坑 因为你要斩草出根啊 结果呢 到处都是坑的 结果又怎么样呢 我们又撒上土 铺上沙子 释上肥料 再补上草子 结果呢 依然是 我们无法把它斩进杀绝 但是呢 当我仔细蹲下来 观察这个杂草的时候 我突然有了一种感悟 有了一种感动 我发现呢 但凡是我们种草坪的地方 好草都长不过杂草 后来我在想 所谓的杂草 是我们给它起的名字 我们种的不是它 但是长出来的是它 我们的期望 和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我们就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杂草 那既然我们也斩不尽 杀不绝 那这个小草 来到这个世界上 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既然这样 我们何不接纳它呢 观念一变 方法无限 于是今年了 我们就全当我们种了两种草 我们将两种草并存 我们允许它生长 我们再也不去杀它了 也不去挖它了 也不去灭它了 指门会经常按时的除草 让它保持在同一高度 于是呢 今年的春天 就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那我这个做法到底对不对呢 我就去搞了一个调研 早晨起来 我拿着我的手机 拿着我的自拍杆 我就到周围去搞了一个调研 我家附近的公园 碧绿的草坪一望无际 看起来非常的整气美观 但是当你弯下腰 仔细观察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样一个场景 你看看这个三叶草还挺漂亮的嘛 这还开着粉红色的小光 看到了没有 到处都是它的影子 到处都是它的影子 蒸齐豆艳 地下是落营缤纷 来我们看看 这家是很勤劳的主人啊 园艺水平也是相当的高 但是我们看看他家的草坪 是怎么样的 哇 只可远看 不可静观啊 相当好了这个草坪 这家的草坪 他又在里头藏着呢 怎么样 跟着我走了一圈 有什么感受吗 咱们回家去慢慢聊 接下来我要去送娃了 等到把娃送到了学校 咱们就专门聊一聊 从邻居家的花园的草坪 到路边的小花园的草坪 一直到那个公共的大草坪 公共的大草坪 就是一个park 一个公园 有儿童乐园的那种 我就发现 几乎你看着 所有的绿油油的地方 都是两种草并存的 我一下子释然了 这叫山不转水转 水不转我转 当你一个问题 无法解决的时候 你换一个思路 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当我们允许 这两种草并存的时候 我们家草坪 就这样绿油油的了 那我们种草坪的目的是什么呢 不就是要覆盖住大地 第二呢 让它不阳尘 澳洲为什么灰尘这么少呀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树 有这么多的花 有这么多的草 覆盖住了裸露的地面 让它不阳尘 第三呢 用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那么我这个杂草 就是这种三叶草 它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我何乐而不为呢 这一招是什么呢 就是转变你的观念 然后天开地阔 事情原来就如此简单 也可能有人说了 快乐老了 你那是懒人哲学 那我不管了 我的目的达到了 我的草坪气漂亮 又松软 又保护了环境 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呀 所以呢 我认为 这不是为一个好方法啊 又环保又节约又省钱 而且我们想要的 全部都有了 当我早晨拿着这拍杆 出去拍的时候 突然有那么一瞬间 我的心灵被深深地触动了 它也是一个生命啊 它来到这个地球上 它有它的使命和责任呢 那与其是这样 我们就接纳它吧 我们不要再跟它斗了 我们不要再把它赶尽杀绝了 况且你真的没有本领 把它赶尽杀绝啊 于是我脑子就想起了一首歌 几十年前 我们每个人都二叔能详的歌 没有花香 没有树架 我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 从不寂寞 从不烦恼 你看我的伙伴 编辑天涯海角 好了 今天说到这儿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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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